我是Joey梁子妮,欢迎来到SkyCostal! 接下来带你们看一看我的衣橱的小细节 这不是我的衣橱 这也是Unity Kitchen帮我设计的一副小组 我的衣橱在这里 我选了这间房间,当我的卧室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点小担心 因为它的衣橱的范围其实还蛮小的 所以我就要在衣橱的大小这方面做一点小牺牲了 可是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的帮我去设计了这一副 善用了每一寸每一分,真的是善用了每一个空间 然后去设计了这一副 包括有化妆桌的一个L shape的衣橱 那这个衣橱的名字呢 叫做 Anti-Jump Sliding Door Wardrobe Cabinet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它确实很厉害 那它有这个两片大大附的滑门 那这两个滑门的边边就是左右 都有这个 Anti-Jump 的 Soft Closing 功能 也就是说同样的我不需要过于小心翼翼 我只需要轻轻的一推 它就会自动放慢 然后安全的把门关上 同样也不会有回弹 就是用力,太用力之后 然后回弹的这个现象 那这个滑门用的是 Black Clear Glass 就是一片玻璃 跟我们窗口用的镜子是差不多一样的 算是一个防爆的玻璃镜吧 那它后面就加了一个黑色的贴纸 就可以呈现出半透明神秘感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很棒 因为你正在外面你就觉得说 好像可以看到里面 可是又好像看不见里面 非常的漂亮 那里面的隔层呢 都是可以量身定夺的 所以想要怎样的隔层 它们都是可以尽可能去满足你的需求 去为你设计 靠近脸去看的话 这边有两片板是贴在一起的 更正确的说法吧 它们就是先一个隔层 一个隔层弄好了 再把它们拼在一起 变成一个衣橱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就是 人家可能会先做一个大衣橱的框框 然后再把一片长的板加进来 那相比之下 当然是这样子的衣橱会比较稳固 那无论你放多重的衣物 或者是你就是 没事去摇晃它的话 它其实也是都可以承受得了的 那旁边这里就有一个Heffler的配件 就是可以放我的腰带 非常的漂亮精致 那这里就有一些透明的玻璃抽屉 叫做Glass Drawer 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 当我把门关上的时候 透过这个半透明 充满神秘感的黑玻璃镜子 再穿过里面透明的这个抽屉 再看到里面摆放的非常整齐的衣物 这个若隐若现的层次感 看了真的很开心 这边还有很多的配件 其实全部都是来自Heffler 那Heffler就是一家 超过百年历史的一个德国品牌 他们就是厨房啊衣橱啊 跟所有的只要是厨柜里面 都有在设计一些非常聪明 跟非常方便使用的配件 我觉得很棒 你们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这里就是摆放手表 或者是首饰的一个抽屉 这叫抽屉嘛 对就是Accessary Stray 对我来说它还是偏小一点 但是绝对你们如果想要大一点的话 都是可以去设计你们想要的尺寸的 那下面这个一定要说一说 因为这个Charles's Rack 放长裤子 西装裤子 牛仔裤子 还是围巾 放什么都可以 这个抽屉我觉得是特别厉害 因为它非常的方便 我想要怎么去摆放我的裤子 我想要抽哪一件就穿哪一件 就可以解决掉了以前的那种麻烦 就是把所有的牛仔裤折在一起 叠得很高的时候 你想要拿最下面的那两件 上面就完全乱了 又或者是久了之后 你就会想说 我抽上面两件就好了 一直穿上面两件 下面的那一堆裤子你都会忘记 它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 对我讲的非常贴切 因为这就是我的经历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抽屉拉出来 就一目了然 想要穿哪一件 就哪一件 而且都是可以去 可以把它拔出来 可以去换位置的 那很方便 那这里呢 这个格层也是我自己想要四方形的嘛 就放一些包包 但是如果我想要去调整它的高度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亲而一举的事情 因为它们有留了三个 就是这个板子的高度给我 让我去调整 非常的贴心 哦还有上面 这个智能感应灯 我也觉得非常的贴心 因为只要我打开门 它就会自动亮起来 然后我离开了几秒之后吧 它就会自动把灯关上了 你看 Unity Kitchen帮我设计的橱柜 所以大部分都是升高到最顶端的 因为如果厨顶没有延伸到最高的话 那上面很容易会积一层厚厚的灰尘 那就清理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啦 而且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收纳空间 像这一副厨 它是我的就是收藏我的奖状跟奖杯的一个收纳柜 就是里面都是摆放这个事业跟学业有关的一些战利品 那Unity Kitchen它们除了有去设计一些衣橱 阻传柜跟电视柜之余 它们也有设计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展示柜 那你就可以让你去放一些你想要展示出来 但是又不想要积灰尘的东西 它这个橱呢 这个玻璃呢是可以打开的 那里面用的也是玻璃 所以就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东西 而且这片玻璃用的那个厚度也是挺厚的 所以非常的坚固 那当然 如果你跟我走来这里的话 这里也有另外一副就是镜子 玻璃镜子收纳柜吧 应该可以这么称呼它 因为它表面看起来就是一面平平无奇的镜子 但是只要一打开里面就是有更多的收纳空间啦 而且我非常的喜欢简约风嘛 如果你有发现的话 我的家里面的大部分的橱柜吧 都是没有把手的 包括这副橱也是一样 我就喜欢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副橱 但是里面确实是有它很大的作用的 那这个橱呢是用按压 像这样子的按压方式去开关了 所以跟其他的鼠又有稍微一点点的不一样 总结来说 Unity Kitchen用的所有的材质品质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这段时间在使用也一直非常的满意 那它们其实是有自己三间大工厂 意思就是它们根本不需要去跟 supplier 拿货 就是从木板到玻璃到所有其他的素材 都是自己家工厂去生产的 所以才能够精准的拿捏这些产品的品质 也可以做到品质保证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以代表到它们的 还是它们的服务 它们的认真的工作态度 还有它们工作的这个效率 像我一开始说的真的是太好了 都是满分的 而且整个公司释放出来的氛围 一直都非常的快乐 我自己接触过吧 所以才会有这一番话 你看它们的口号就是 Happy Life 宗旨就是要以最贴心 最专业的服务 将快乐送到每一门家户 那在我这个家 我能肯定它们做到了 因为我真的很开心 You happy? Yes Yes you happy? Yay Bye Good job Bapu Good job Good job